天晴了,一路走好,远天堂没有灾难 7月30号,郑州地铁五号线沙口路站设立追思处 为民众祭奠720极端特大暴雨罹难者提供便利 前来悼念的人们手捧鲜花,卡片上写满起伏 7月中旬,河南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造成重大灾情 至今已有近百人遇难 省会郑州更是在7月20号遭遇极端特大暴雨 至地铁五号线内14名乘客遇难 30号下午,郑州郊阳四伙 位于地铁五号线沙口路附近 一处工厂院内新设的追思处 入口桌子摆满了顾免费取用的黄色和白色菊花 追思处布置有鲜花台,背景写着 起伏侍者四字 台下布满了鲜花、饮品、食物等 有的市民独自前来,有的结伴而行 有两名湾白的老者,也有家长,带着孩子前来鲜花到面 除了道场缅怀,还有许多人,通过外卖小哥和炮腿小哥送来鲜花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显示 30号上午,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还在沙口路站为遇难者举行简短的追悼仪式 前者官网也变成了黑色 希望伤痛早点过去,也希望给人以警示 没想到这个纪念的地方这么大,专门的一个场地觉得特别有意义 无论是对我们这种救援的人来说 还是说我们这些,比如说受害者的家属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寄托 还对于郑州这次7.20的特大洪水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端自然灾害的一个警示 是的 对我们来说都是宣优优独立的 对我们来说! 接下来